113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20號將在台北市登場 市長謝國良親自授起給金融市代表隊 其勉在接下來賽事中旗開得勝 然後呢未來我們將在各項的 軟硬體上面都協助各位 也請各位如果有什麼覺得 希望我們體育環境能夠改善的 跟各位的市長跟各位的教練 跟各位的主委 跟我們這裡市長反應 我們一定會全力服務 做好我們整個環境的一個改善 讓選手們更心無掛礙的 好好比賽取得佳績 今年全中運金融市代表隊 選手總計有418人 將參加田徑游泳桌球 羽球 網球 射箭等12項運動賽事 授起意識上選手說 能夠參加比賽 既期待又緊張 比賽的時候就是 就是可以很放心的做自己 然後希望這次選中運 就是可以把平常練習的感覺拿出來 然後希望是可以拿牌得前三 就我覺得蠻緊張的 然後但也很期待 就是最後一場比賽 希望可以拿出練習的成績跟成果 然後可以發揮出來 金融市戰喔 金融市戰 到場替選手加油打氣的副市長邱佩玲 特別鼓勵小選手全力以赴 能夠為金融多摘幾面獎牌 去年金融市在全中運一共獲得了五金七銀十銅 總計有二十二面獎牌 刷新了近十五年來最佳成績 今年為了鼓勵選手全力以赴 市安府新增了營養金獎勵項目 今年我們的全中運運動會 剛剛有已經跟 市長已經跟各位選手完成壽棋了 那我們也很期待選手今年的好成績 那今年全中運一共有418位 金融市的代表選手 那十二個項目 比以往多出了兩個項目 我們也相當的期待 那我們在去年的神經是五金 那希望今年可以突破到八金 那另外在比較我們期待的項目裡面 包括游泳、射擊、跆拳等等的 我們都希望選手在今年有更好的表現 那金融市政府我們也在 今年的選手的營養金 還有救傷防護的部分 提供了比以往更多的支援 也希望選手能夠在比賽中呢 無後顧之憂 然後包括在未來就這個選手的生涯裡面 有更大的支持 我們今年也非常感謝我們 幸福堂市長 為我們增加 所有的選手不是比賽完的 成果冠軍或 那後續還有免養金 包括我們的練習獎勵金 跟台北、新北一樣的代曆 所以我會感謝市長 為我們選手的設想 此外青少年網球發展協會 委員陳迪 特別自證40箱飲料 為選手加油打氣 大家每日辛苦的練習 就是為了夢想 為了將來 為了這一刻 那想必各位都已經 摩拳茶場準備多時 運動感動人心 我在此替在場所有運動選手們 特彩打氣 那另外我代表養樂多公司 贈送四箱運動水 到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那由教育處發給各位所有的 選手教練們 那也在此祝福大家有好的成績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將在4月20號到25號 在台北市舉行 副市長邱貝林也提醒每一位選手 比賽時要注意自身安全 期許大家能夠發揮最高水準 刷新上屆得獎記錄 記者黃少明基本報導